我覺得這款的肥肉反而是它的亮點 對 有菜 有肉 有麵 這樣230塊超划算 所以它的別名就是天堂與地獄的馬屬嗎 我覺得30塊不是重點 重點是它還有棉被的柴魚湯喝到飽 它現在是一整桌 它整隻都給我丟進來 嗨嗨 大家好 我是劉伊 今天我們來到了瀑子車站 但是我們今天不是要拍瀑子車站的美食 我們將要拍瀑子之旅 那我們今天有準備了很多的美食 不過今天是禮拜二 有很多店家都沒有開 所以我們打算兩天給它合併成一集 所以大家可能會看到我們的衣服會換來換去 不過就是不要在意 我們就嘗試一個新的拍攝手法 你們再看一下喜不喜歡 這集就像是一個重點整理的感覺 沒錯 直接不脫泥帶水 重點擺出來了 Go 出發 這是我們的第一家小巷子鬆餅 今天沒有開 它的營業時間都會公佈上它的粉絲團 下面一位 下一位 這就是我們的真好味鴨滷飯 人家說來嘉義啊就是有個很特別的 有這種鴨肉飯配上滷肉飯的概念 它有點類似自助餐的小店 然後裡面的菜有超級多的 它裡面有一種嫩嫩的東西 感覺好像是滷肉飯的肥肉 應該是肥肉吧 對 然後但是吃到那個鴨肉的時候 就會覺得比較有嚼勁 然後我覺得它的味道偏重 吃比較清淡的人可能會覺得 有點鹹 這還滿好吃的 對 但我覺得就是要配上面的一口料 然後配上多一點飯 這樣子搭配起來比較好吃 我覺得這款肥肉本來是它的亮點 對 它的鴨肉的部分我覺得反倒是其次 那它的那個肥油的部分 哇 真的 那個才是加分的地方 你會覺得太鹹之類的嗎 不會 剛剛好 剛剛好 但是我的剛剛好可能會是一般的比較鹹一點 那它的飯吃起來是屬於偏軟偏硬之類的 我覺得是偏軟 其實我重點已經沒有在觀察那個飯了 因為它的那個肉太厲害了 就是它的肉跟滷汁 厲害的滷肉飯就是可以讓你忘記那個飯 不管它是優點還是缺點 就是你的重點已經不會在它的飯了 你現在是在冷笑我還在說真的 真的啊 真的啊 它這個有讓我吃到台中滷肉液的那種既視感 滷肉液是紅色的 紅色那個 差那麼多 它超討厭吃滷肉液的 沒有超討厭 謝謝 好 好 好 應該不會來到嘉義又要夾米血了吧 這次不吃米血了 這次要吃其他的 它這有超級多特別的食材耶 這裡很有名對不對 這間店啊 對 超有名的 而且我剛在路上走的時候就超香的 這間店也是觀眾推薦給我們的 對 而且它的菜都超大包的耶 超扯的 他們這裡啊 只要有這種用包的 全部都超便宜的 三包五十 七包一百 欸 你看這個 這個太大福了吧 這個很厚 它超重的 哇 這是我們的肉皮章 我們點了一大船 超級香的 你看 一大個船件耶 跟說大家一定會以為這樣子很貴 沒有 這樣子才230塊 超讚的 這水邊肉太好吃了 我剛才已經吃過了實在是太厲害了 一定要跟大家分享 它裡面有一點筋的部分 有一種入口即化的感覺 但是它的肉本身又不會太柴 我們剛吃這個麵啊 超級入味 它的這個滷汁真的很厲害 然後還有他們這裡的招牌 手工自製的藕櫃 你看 而且是透明的喔 它的藕櫃真的跟一般的不太一樣 吃起來比較Q 因為它是透明的 我看起來也是比較Q的感覺 而且它本身有那種藕櫃的甜味 就是它不但入味 也沒有把原本那個滷汁搶走 食材的那個原味的感覺 沒錯 我們這樣子吃的每一個沒有一個雷的耶 看斷腰腰 斷腰腰 斷腰腰的豬皮 跟妳的皮一樣耶 怎樣 妳才是豬啊 番薯葉吃起來超嫩的 沒想到它配在滷味裡面這麼好吃耶 因為我們今天點了太多的滷香 所以吃一點菜 阿蓮教的 阿蓮老師教的有在聽 對 要攝取蔬菜 謝謝 不過我其中裡面我最愛最愛的就是這個 嘴邊肉 嘴邊肉 大家一定要點爆它 真的很超厲害的 它一直在排隊 超多人的 而且我覺得這一碗麵阿 原本想說我們兩個一起吃一碗 但我覺得我現在可以直接把它吃掉 我真的去點那個滷味這樣一小盤 我覺得180 我剛剛聽到價格真的有點嚇到 一來這裡它就有一種魔力 會讓你什麼都想要夾 因為他們那個擺的樣子 五花八門的各式各樣的都有 反正就是你想得到的菜幾乎都有 而且三包又50塊 重點是它的每一包都超大 真的 愛吃滷味的人阿 你就這樣子點一盤 然後就在這台配著吃 如果是我自己阿 因為我自己設定是超愛吃滷味的 我就覺得這樣超級適合我的 欸 我剛剛吃這個排骨酥 超好吃 而且沒有骨頭耶 很方便阿 嚇到 嚇到 我們也是第一次在滷味店吃到這種東西 要不要吃一次藕櫃 不要 謝謝 欸這個 這叫什麼 我剛剛直接忘記 排骨酥 排骨酥來這壁點 還有嘴邊肉 超好吃的 還有藕櫃 還有麵 我沒骨頭 不要那麼入味 最適合你這種懶人 然後他們這邊的筷子阿 居然有消毒過耶 他們這裡有一些內用的座位 大家也可以內用來吃 我覺得我們今天點的這盤 有菜 有肉 有麵 還有一些香菇阿之類的 這樣230塊超划算 而且我這個已經沒有再另外加醬料 就是它本身的本地的味道 就是那麼好吃 對 就不用再調味什麼的 有的沒的 謝謝 請來台中 謝謝 完食 全部吃完了 你看超厲害的 我們吃光了 好好吃喔 太厲害了 欸它的那個醬汁吃到最後一刻 都不會覺得太死血 優秀優秀 我們現在來到了顧家麻花 我們點的是它的雙胞胎 它的外皮很像是我們之前去吃博物館三明治的外皮 營養三明治的外皮 沒錯 然後這種東西呢 因為我們現在吃起來它其實 沒有什麼溫度 因為我們一給它它就拿給我們了 對 但是呢 我自己覺得沒什麼大礙 因為這種東西嘛 就不是靠溫度在撐的 是喔 我自己認為 我自己的感覺喔 這樣子一份是25塊錢 它這個外面看起來很像也是有一點點的糖 就是跟那個甜甜圈比起來是比較少 說不定它就是因為這樣子才不會濕掉 甜甜圈都是糖 然後我覺得它裡面麵包的部分呢 是滿鬆軟的 但是它的空隙滿大的 它的酸胞胎超有嚼勁的耶 不過我覺得咬起來是很香的 這種東西就真的很適合 有事沒事在家裡看電視配著吃 然後一直咬一直咬 對耶 真的越嚼越香耶 所以比起甜甜圈我更喜歡這個東西 這樣子的話你那是 被你這樣子一說之後 為什麼你很容易被煽動啊 如果小時候吃甜甜圈的時候 還沒吃完就覺得喔 有點甜太膩了 對啊 這個的話就是可以一直咬 然後咬很多下就會比較薄 欸 那你要不要吸安全帶出發了 我們已經在這裡超久的 你看我們還在這外面 他還在這裡回味他的這個雙胞胎耶 這真的是 我們剛剛當要吃的時候 反應沒那麼強烈 對 但是我現在在車上坐著休息一下子 我覺得它咬下去的時候 那個麵包味很甜甜的 嗯對 它本身的甜味耶 而且我咬下去的時候 它超脆的 我剛剛在下面吃都沒有這種感覺 我現在靜下心來覺得 太好吃了 接下來呢我們來到了馬鼠洞老店 這家馬鼠呢它裡面很特別喔 裡面包的是綠豆還有一個我最愛的東西 大家一定知道 怎麼了 什麼感覺 第一口下去的時候是鹹的 然後咧 該不會後面是甜的吧 嗯 再一次 我再趕快吃幾塊 好 你幫我上個讀趣中 就我這樣子吃的時候 我會覺得 怎麼會有這種味道 就是我不喜歡的那種味道 但是沒想到一碰到我最愛的那個花生粉 我就哇好喜歡 但是又碰到那個就嗯 所以它的別名就是天堂與地獄的馬鼠嗎 這個才十塊錢耶 它是不是就是寒天啊 類似 是它的親戚 嗯 這個好吃 冬瓜味超重的 就是你一咬下去的時候 就覺得你很像要喝冬瓜茶 其實實際咬起來的話 冬瓜味就比較淡一點點 但是這樣也比較好 比較不會有這種太 不科學的味道 它真的是一半花生粉一半綠狗 對很費工耶 這樣子一大顆25塊錢 人家都買一盒的 我們只有買一顆 然後它有分紫色還有白色的 那它有說裡面口味都是一樣 只是它外皮這個是植米口味的 又鹹又鹹的 又學我 感覺我們如果來嘉義玩 帶個伴手禮回家 因為我覺得這個東西蠻有地方代表性的 對 就是你來買了 喔你來到嘉義了我來買送給你這樣子 喔真的耶 可以伴手禮 推推 在這個馬鼠洞的旁邊 叮叮 那裡呢有一個永風冰果式老店 它的春捲聽說很厲害喔 對 我們的蒲子車站黑白切 怎麼很像沒開啊 今天是禮拜三 對啊 那昨天沒開今天也沒開 哇 聽說這家是超級必吃的 啊我們都來了 不然你就把你做的功課跟大家分享一下好了 好 我其實原本來這裡啊 我是想要吃它的小菜它的黑白切 它黑白切裡面的小菜的配料都非常的豐富 而且很特別 裡面最特別的有什麼豬肺粿 還有紅粉腸 你點完之後啊 你桌上有那個醬料 你就沾著吃 聽說超級好吃 好那我們這家呢來到了赤博的肉圓 它一個肉圓呢只要30塊 我覺得30塊不是重點 重點是它還有免費的柴魚湯喝到飽 我覺得柴魚湯這個就是很吸引人家來的點 如果它是在冬天的話我可以一直喝耶 我真的愛喝柴魚湯 它的外皮呢看起來是很像髒化的 我們剛吃了一下也是覺得它的口感比較偏Q 然後醬的話就有點甜甜的 它的皮超級Q的 喔好好吃喔 那你剛剛有加那個蒜泥下去 可是我覺得它本身就已經夠好吃了 然後再附上它這個柴魚湯 人間一大享受 剛我們在跟老闆娘說柴魚湯能不能喝的時候 她說沒關係你就喝到飽啊 反正是我們喝碗可以再去裝的意思啊 超可愛的 很有人情味耶 然後它裡面的肉的大小 其實不算大也不算特別小 我就覺得OK 然後它裡面還有附一片香菇 就是30塊的話這個CP我覺得可以啊 而且它又有湯 對 畢竟還有附一碗湯 而且重點是這裡的人情味超級溫暖 這裡的阿姨很可愛 像媽媽一樣 人家還說老饕的吃法 會把這個肉圓吃掉之後再把柴魚湯倒進來 好喝 我們來到只開3月到12月的阿胖人營 這個是三代傳人的店喔 好涼爽喔 好喝嗎 我覺得很特別是 它是這樣一碗的 就是在台中那種地方都市啊 都沒有這種感覺 因為以前都只會開那種港劇才會有這種東西 喝清朝茶阿 這個很涼 然後它裡面有一個泡米的阿 是菜燕 沒錯 我們點的是香檳口味的菜燕 但是還有很多口味 而且它還有這個可可牙集資杏仁的 它的香檳都是一般 小時候吃那個香檳牛奶提拉冰的香檳 我超喜歡吃那種冰棒 那就是你喜歡那種 你都是大家買的那個 對 你們看它裡面的菜燕 都是切成棒棒的 棒棒的 超級可愛的 很像那種方塊的咖啡豆 喔對 有點像咖啡豆 回憶一下小時候的味道 真的一模一樣喔 對 就是那個香檳冰棒的感覺 那它裡面的這個菜燕啊 吃起來其實是沒有什麼味道的 有點像是寒天 好像這家店呢 它是每年的三月中旬到十二月會一夜 那實際的時間呢 還是要看老闆 喔 就是這種傳說中的飲料店的感覺 對 所以我們今天呢來造訪 我覺得很開心 這個就是我們成功食品廠裡面 收穫到的餅乾 它今天是有三種口味 每天的口味可能會不太一樣 裡面有的口味是桃酥原味還有檸檬 檸檬的很香 對一打開全部都是檸檬的味道 它這有點像是直接工廠加工耶 它沒有在經過什麼店面的販售 或者是其他通路這樣子 我們這一盒啊只要四十塊錢 它是秤重的 四十塊錢買不到這盒耶在外面 好香喔 這桃酥超好吃的 在外面沒有吃過這種檸檬 然後我現在吃這個原味的 七 它上面有寫素 這個很像小孩子在吃那種耶 這種原味的話就比較沒有那麼酥 不過也是滿香的 嗯 剛剛桃酥太厲害了 吃一下檸檬的 檸檬真的是香到爆 我剛剛一走進去的時候 他以為這是什麼神秘小禁嗎 它是最裡面的巷子的最後一間 然後裡面全部都是加工的機器之類的 有點像是酸甜酸甜的味道 我覺得是還可以接受的 不過這樣子合起來的話 我最喜歡吃那個桃酥 超厲害的 完全跟我想像中不一樣 我想像中那個是像田雞湯這樣子 幫你切好 就是你分不出來 它是整個田雞的那種感覺 就切塊的 對結果 那它現在是一整盒 那整隻都給我丟進來 這是它的腳 謝謝 對 它的腳 所以四腳這個是等於說是 青蛙的意思嗎 對 水雞啊 你看它整個後腿 對 然後它兩隻擺在一起 彎彎的 對 那它兩隻擺在一起就是青蛙 有啊它有幫你切好啊 切對半 後來吃這夾呢 其實也是因為有一個觀眾 他在粉絲團祕我們 跟我說要吃這夾 好脆喔 唉唷 有點像是頭兔皮的感覺 你不要想用它是青蛙的話 它就有點像是頭兔皮 給人那種頭兔皮 像這個前端是最有肉的 很像是身體的部分 我不知道 我是自己印象的 腿的部分 有點像是雞翅的尾端 那個翅膀的翅膀 彎彎的 彎彎的地方 就是那個沒有什麼肉 然後這個的話 你是可以這樣一口咬下去的 而且很像是 它的小腿肉的上面 沒錯就是這樣 剛大家講一下訣竅 大家來的話就不用 像我這種麻煩了 呵呵呵 剛才被吃得知靈破碎的 對 嗨 大家 以上就是我們的嘉義蒲子之旅 我覺得超級好玩的 我們吃到滿多還滿好吃的 還有那種比較特別的 類似青蛙湯之類的 對 而且都還滿平價的喔 真的耶 今天很便宜 而且我們光是在蒲子這個區域 就有那麼多這樣好吃的東西 我覺得很厲害 我們都還沒有離開蒲子耶 對 而且大家有沒有發現 我們這次的剪輯方式 有點不太一樣 就是重點式的整理啦 對 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歡 看有沒有喜歡哪一種方式 歡迎在跟我們分享 對 把你們最寶貴的意見跟我們說 我們會聽進去 然後試著修改的 希望大家會喜歡 我們後天再見 掰掰